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电影的人没有几个人 我记得我是毕业旅行来到北京 当时是冬天 然后感觉到怎么地方那么大 然后马路那些树都很吸引我 所以我就想那就去北京去试一下吧 就是在放榜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我其实在稀土城路走了一大圈 我记得当时心里头就想说给家人打个电话 打完电话以后我就迷路了 我就诶我怎么回学校 你知道当时又没有滴滴 还是在看地图的那个年代 你知道考上了 然后但是其实世界还很大 就是我是刚开始探索那个旅程的第一步 当时我们就从16毫米开始学 然后毕业作业的时候还是在拍照片 我记得去那个洗印厂的时候 他都快倒闭了 但是他还给我们再做 我觉得幸运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当时可以用35毫米拍别作业 因为那个年代已经消失了 如果不是在电影学院 我去了别的地方 可能我都没有碰上胶片的感觉 我想在澳门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的世界还是相对的小 然后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 我开始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去外面去接一些工作 然后当时是王力宏在上海开的一部戏 叫做恋爱通告 然后我当时做的是现场剪辑 北京去上西雅图 就是去加拿大温哥华拍的 当时也是做现场剪辑 就那些生活期让我回想起来 北京是一个出发点 让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多姿多彩的时间 回归十周年的时候 我已经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了 然后带着团队一起回澳门拍摄 还是蛮新鲜的 街上的人都觉得很新鲜 因为今年是澳门回归十周年 我作为一个澳门人特别激动 我想这种喜悦的心情 在澳门这个地方是最有表现力的 然后到现在回归二十周年了 我已经毕业十年了 我觉得这一次也许前辈们 他们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希望自己的阅历加上自己的时间 然后再去创造好的电影给大家看吧